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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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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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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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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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主頻道有拍了一支 新加坡驚魂記 沒看過的可以看這一邊 點這一邊 我們在半夜沒有辦法回到飯店 對 但這一點的話 我們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需要注意 如果今天真的是要去新加坡的朋友 要多載幾個他們那邊專用的 交車APP 因為有些APP他們真的是叫不到 像我自己有叫 Justgraver 那這一個的話是最一般的 這個不接我覺得OK 因為他們是最一般的 那你同樣的時間 如果可以接到更貴的單子 當然是會去接更貴 我覺得這個很OK的 然後後來我有叫 Graver Premium 然後也是沒有人接 然後三次我發了那支影片之後 有一個是說 他是在新加坡的工作人員 他說叫有一個是 Graver Taxi 還是Standard Taxi 他說那個會比較好 但實際上我也有叫過 真的就是叫不到 完全沒有人理我們 還有我們兩個真的在路邊 非常的緊張 然後後來呢 那個新加坡的朋友 就有告訴我們一個叫 ZIG 這個APP其實他在當地 是比較有名一點的 雖然說價格會比較高 但是叫車成功機率會比較高 他幫我們叫了一次 然後就叫到了 等於是他在賭場那邊 然後幫我們叫完之後 車子來接我們 然後我們就回去了 算是很不錯的這種體驗 而且他的那個叫法呢 也是讓我們可以直接在車上 做刷卡付費 真的是非常方便 就算你身上沒有新幣 也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像他們的計程車 就是跟我們台灣完全不一樣 我記得我們去澳門 就是一樣有特定的點 上車下車 不是像台灣這樣 隨便攔就可以上車的 所以這出國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是其實老爸有講 因為他那天就說 三四年前 他來澳門的時候 其實還是都隨便攔就有的 可是這次就有改變了 他說他有發現到 這個不一樣 那我們是第一次到新加坡 所以不知道 只是說 也有很多人說 新加坡很方便 直接攔機的時候 跟他說 多給你20新幣 也許就可以了 可是我們的經驗其實是從 原本的克拉碼頭 搭到遺豐城 就是VIVO City這邊 這樣子已經一段二十幾塊了 其實這個二十幾塊的新幣 是可以差不多就搭到我們的飯店 可是因為我們只搭到這 是想說可不可以近一點 這樣子人家就願意 載我們進去聖陶沙 結果的還是沒有 後來我們這樣子 總共附了兩段 加起來差不多就50新幣 那50新幣 說實在是真的貴蠻堆 一千多塊 對貴蠻多的 就一千出頭 一千出頭其實這個車的那個 距離 距離應該十公里內 就不到二十分鐘的路程 對 所以算是比較貴一點的 真的是比較貴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轎車的問題 當然可以回去 我覺得錢也真的是可以接受 至少它讓我們 在很累的過程當中 可以順利的回到飯店 趕快回到飯店可以休息 對 因為我其實那天走了非常多的路 有去排了電玩店 然後我們又去逛了街 然後又去吃了晚餐 然後再跑去那個碼頭 柯拉碼頭附近又走了一下 真的是走很多路 就從早上我們差不多 十點就出發 到晚上十二點 我們都還沒有回到飯店 這上天氣也是有點熱 身體又黏黏的 所以你會想說 趕快回到飯店 趕快休息 對 其實我們在 那個柯拉碼頭 要叫車的時候 差不多是十二點出頭 對 因為我們十二點離開柯拉碼頭 然後 在那邊差不多是十點十幾分吧 開始叫車 對 然後 看著老爸他們走掉 Dandy Life Go 彼得爸 中葉 他們全部都先去Casino了 然後呢 我們就在那邊想 沒關係 我們車應該快到了 OK的 沒問題 可是我們兩個手機的店 也都很夠 然後就在那邊等 到最終 我們回到飯店 大概就是兩點左右 他們也都嚇到 怎麼 你們還沒回到飯店 太誇張了 因為那個路程就是二十幾分鐘 對 趕快幫我們叫車 對 沒錯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隔離的問題啦 因為現在回來 就是在當下 現在回來台灣呢 其實還是需要被隔離的 那隔離的當下 在機場呢 他就會先做一個分流 在進機場 就是回來的時候 在機場入境的時候啊 其實他就是會有一些分流的動作 算是走起來 比以前麻煩一點 以前就是去 入境的那個海關檢查一下 就是檢查一下 對 通關一下 通關關 領完行李 基本上就是自由走出來 但是他現在都會幫你規劃好路徑 快三 先給你每個人發兩盒 所以我跟妹妹就四盒 對 然後就走走走 到前面的時候 還要再輸入登記表 對 然後你要填你護照的後六碼 然後你再去排隊 然後會跟你說桌上有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流程 先把它拍照留下 然後後來的話 會口水罐子跟一張白單 過去了 對 這都是一期的 然後接著出來之後呢 就會到機場外面的一個 一個零食站吧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兔頭水 對 然後會有一個兔頭水 反正都會有引導的 然後他吐完口水之後 大概是三到五冒的口水 就可以繳繳出去 這樣子的你就可以自由回家了 然後回家之後是 第一天回國那一天不算 接下來是三加四天 前面三天就是完全不能出門 像我們現在就是 完全不能出門的 只好叫外送了 很棒 不一樣上課 我超不喜歡 不用上課了 這三天的話 我們算是有點沒算到 因為在去新加坡之前 我們就想說要出去了 所以我們就不太買太多東西在家 結果後來想一想 不對啊 這樣子我們後來三天要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 昨天在車上我就先開始訂了 對 然後回來就清冰箱 反正就是一邊清冰箱 一邊再用外送的方式 還好都很方便 所以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覺得外送跟一種東西很好用 哪一種 Uber E都可以叫 都叫啦 第三個的話呢 是行李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呢 是算腰有點受傷 背有點受傷 之前可能是負重太重 或怎麼樣的 又長得比較高啊 年紀越越大 可能骨質疏鬆越越明顯 也可能是工作啦 就是有受過傷 有些小的舊毛病 對 只要負重太重 走太多路 我的背就會很痛 基本上我的腳 是真的走到 我真的沒有感覺到痠 你知道嗎 我的腳 真的可以說是肩步如飛 因為走路 就是用到很快的腳程在走 老婆當然回來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抬腳 說腳很痠 我說其實我是無感的 不過呢 我的背就真的不行 那因為我出門會背一些 電腦設備啊什麼的 所以真的東西是有點多 有點重 尤其是到機場 去的那一天 跟回來那一天 是特別多 然後如果我們出去逛的時候啊 又買了東西 像我們其中一天 去拍電玩店 我們就背了那天 下午要玩水的衣服啊 鞋子 拖鞋什麼等等的 其實蠻重的 再加上 我又去電玩店 又買東西 哎呀 都全部都把它塞到 那個包包裡面 對 到最後晚上 我們兩個體力 就真的比較不行 兩個人就開始變輪流 背來背去 那我的腰就有點不太舒服 那有看到 比德爸用了一個 蠻好的方式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可能會再講更詳細一點啦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看一下 哪一支影片 就是會買一個 比較小的行李箱 可以登記的 那上面可以掛 身上的一些裝備 像是相機啦 鏡頭啦 充電器等等的啦 可能你會帶身上 類似包含筆電等等 都一樣 這樣子呢 你在用拖的方式 就比較不會讓自己去累到 負重上來說不會太重 這一點也是算一個不錯的小方式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去 美國18天 如果在這過程 就要走很遠的路的話 又背那麼多東西 可能你到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你就要請並假了 就直接爆炸 就浪費後面 救護車 就很浪費後面的旅程的 很花費 對 那第四個呢 是飲食的問題 其實這飲食問題 不是說什麼水土不服 吃了可能會拉肚子 或者是口味不合 我覺得這一點都還好 因為在體驗不同的文化 本來就會有不同的飲食體驗 可是比較要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這次住的是聖陶沙 在那邊的飯店 有一天晚上 我們就是請 應該說當天呢 我們是請打掃的房務人員 不要打擾 因為我們那天想說 房間真的太亂了 而且第一天而已 基本上該有的備品 我們都還有 所以就沒有叫房務 然後沒有叫房務呢 我們的水 就第一天差不多喝完 喝完的狀況之下 我們想說回去應該 至少有個販賣機之類的 或者說可以叫個外送 或餐廳服務 要吃要喝應該都沒問題 是 結果那天晚上 大概幾點 十點多啊 十點多 那天晚上呢 我們回到飯店 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打房務 因為他有留一張紙條 他說如果你們有需要水 或者是一些備品的話 可以打零 請房務給你 我就打零說 我們需要水 然後呢 他說他不會講英文 我就跟他講英文 我們就講Water 大概等了多久啊 大概等了一個小時吧 都沒有動靜 我們想說房務人員 可能休息了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下去櫃台跟他講 他也幫我們說 好 幫我們登記 接著他有講 他說因為這邊是沒有販賣機的 可能外送可以教教看 房間裡面的服務 我們就去掃那QR Code 然後要點餐 我那時候很開心 想說 哇 又有酒 然後各式的酒又有 對 可以點外面的食物 又有喝的 哇 該點人家果汁 汽水什麼東西 那時候我也想到很開心 可以點那個了 運到飲料了 對 超多的 然後點一點點點 我也超開心的 最後送出單子之後呢 您贏過了服務時間 哈哈 今天還有問櫃台人員 然後他們說他們 就是在前面的地方有 Saven 可是營業時間 只有到九點而已 對 所以真的就會買不到 建議啦 是真的要回去聖桃莎之前 要先把 該採買的 晚上你可能想吃 或想喝的 泡麵啊 飲料啊 零食都準備好 對 後來飯店是還有特別幫我們送水 而且他有問我們要幾罐 本來說四罐就好 他幫我們送了六罐 也非常感謝 也非常的貼心 終於等到 差不多在晚上十二點多吧 終於等到水來了 那才拯救了我們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渴 對 因為我們晚上又去又游 對 沒錯 最後一個啊 就是手持的問題 這個手持問題呢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感覺到 因為我們在搭飛機 其實時間是真的比較沒有那麼固定 像我們有時候會叫車嘛 有那種接機送機的那種車隊 但是通常時間會有點差別 如果你是從家裡出門 時間比較好控制 但如果說你是從飛機下來要回來 基本上這個時間真的比較難控制 那我們那時候飛去的時候 有發現到手持這個狀況 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飛過去的時候呢 除了飛機的時間不好控制以外 中間可能在出關的時候啦 還有拿一些手續啊 辦一些東西 拿一些東西的時候 突然時間就是算有點被耽擱到 我們一群人浩浩蕩蕩蕩出來 跟司機碰頭接上的時候 最後應該是Delay了一個小時 我們這台司機 因為他說他有進來機場裡面 接我們 就是進來舉牌那一種的 他就說他要再多收20塊新幣 而且他是會很直接跟你講的 就是一定要收 而且就是他要收 我們當然啦 因為真的拖了人家很多時間了 所以就付了 所以手持的觀念 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20塊新幣 差不多整個新台幣是400多塊 我們機場接送是3000多塊台幣來回合 然後再分成兩台車 所以一趟都要800 一趟收到800 那800多的話 他多收了400 所以大概將近收了 多收了1.2 等於是1.5倍啦 所以手持的部分 可能要蠻重視的 因為他們的時間 也真的是金錢 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那這次去新加坡回來 其實我們這次隔離三天 應該是不太會有問題才對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 也是算不會太遠的時間 有確診過 現在出門還是要注意啦 因為我們在那邊看到 差不多90%以上 在戶外都還是會戴口罩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以後到新加坡 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有什麼不同的觀念 有什麼不同的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好不好 我們明年2月還會再去新加坡一趟 所以如果有推薦的景點 也可以跟我們說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跟2分 那你記得訂閱 按讚IG和FB 按讚起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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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heute oben 好